马云刚刚宣布余额宝有一重大变化,看看对你有多大影响 马云刚刚宣布余额宝有一重大变化,看看对你有多大影响 昨日下午,余额宝通过客户端向广大的支付宝用户发出公告,自6月6日起,余额宝快速转账到银行卡,2小时内到账,从原先的每日限额5万,调整为1万,而普通转账,24小时内到账,以及消费则没有发生变化 回顾一下,余额宝自诞生之日起,已经做出了多次变化 马云在1999年建立阿里巴巴,建立了淘宝网这样的一个电商平台后,为了方便用户在网上购物支付,随后就推出了自己的支付手段支付宝 为鼓励更多的人通过支付宝进行交易,在支付宝后又推出了余额宝 从支付宝里面把钱转到余额宝,相当于购买了天宏基金,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 据说一开始往余额宝里面转入1万块钱,最高的时候一天可以有好几块钱的收益 现在收益逐渐回归理性,但是1万块钱一天现在也有大概1.1块钱的收益 远比存在银行定期,活期的收益高 一开始余额宝的限额是100万,由于收益高,余额宝成为了很多人理财的手段 大家都把自己的存款存进余额宝 这时与余额宝对接的天宏基金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基金 阿云为此主动对余额宝进行了降温,将每个人的余额宝限额从100万调整为25万,后面再降到10万 在不久前余额宝引入了博实,中欧两支基金后,才又将余额宝的限额提高 阿云刚刚宣布余额宝有一重大变化,将余额宝的快速转账 从原先的每日5万调整为每日1万,这其实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经过计算,余额宝的平均余额仅为3000多块钱而已,远远低于1万块钱 毕竟每天转账好几万,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大额的资金流动的 正如一些网游所说的那样,我也希望对我影响很大啊,因为这意味住我每天好几万,甚至几十万的资金流水,有钱才能这样啊 阿云刚刚宣布余额宝有一重大变化,看看对你有多大影响 无论余额宝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,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支付宝 支持余额宝的,毕竟通过支付宝或者余额宝进行支付,真的是太方便了 你们说呢